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边吃着手上的那只鲸饼 一边笑着开口说道 旁边的聂云竹望着车上没卖完的那些饼 微微抿了抿嘴 随后也是无奈地拍了拍手 大学天 没什么人来买呀 早就跟你说过了 让你等到开春的时候再考虑这些 有没有 现在吃亏了吧 好不容易想好 决定下来的事情当然得快点做起来 要是等了几个月 不知道人会不会变懒 到时候谁知道又是什么心思呢 哼 我看你就是想试试出来摆小摊的感觉而已 尽管聂云竹摆摊之后 宁毅并未来过这里 但即便下雪 宁毅也是每天坚持着不停地锻炼 每日清晨在那小楼前的台阶上 两人总会说上一阵子话 如今彼此之间 倒也已经随意起来 聂云竹摆摊的生意不好 宁毅自然知道 早几天或许安慰一番 过得一阵自也免不了打趣几句 一如他所言 聂云竹之所以摆这个小摊 也并非是因为生活所迫 当然 或许有一部分原因 但更多的 仍然只是让自己更适应 更普通 更普通的生活方式中的一种努力罢了 家中财力没有到真正捉进剑轴的窘迫境地 至少这一段时间 他还是乐在其中的 昨天的时候 看见对街那边摔了几个人 后来差点打起来 说是什么标局的 还有啊 前几天那边店铺的招牌砸下来 差点砸到人 胡桃本来跟我一块在这儿的 不过刚才二牛也过来了 我就让他们去买些米面 我故意说了些东西 大概要让他们从这里走到东市那边去 也让他们独处长一些时间 宁毅吃着煎饼 聂云竹就在旁边 续续叨叨地说着最近几天的见闻 宁毅也跟他闲聊几句 过了好一阵 这饼摊还是没人来光顾 宁毅笑着拍了拍身上的雪花 这生意收谈吧 反正你能卖出多一点的也就是早上那段时间 现在何必还一直挨着呢 他说着拿起了地上一张小板凳 扔进了小车里 聂云竹挥了挥手 不要了 说不定还能卖几个呢 而且这车我是推不动的 现在大雪天 每天早晚都是二牛过来推的 我能推就行了 命公子 你还真是不注意仪表 哪有文人才子干这个的 哪有什么仪表不仪表 何况前些天拜托你的事情到今天也差不多了 现在还有时间 正好去看看成果如何 如果成果不错 说不定你这饼摊就有救了 不过是些咸鸭蛋 你还放少了盐 聂云竹撇撇嘴 笑着说了一句 不过听宁毅说起这个便也不再反对了 到旁边一个同事买糕点的老婆婆那儿 让她帮忙留个话 随后也过来与宁毅收拾东西 过得片刻又有些高深和得意地 跟宁毅说自己的道理 其实啊 这些事情我跟胡桃中是不熟的 要到卖得好能赚到钱的那一天 终究要过上好一段时间摸索适应才行 所以我想着如果冬天做 每天做少一点 费得米面终究少些 说不定到了开春就赚钱了 要到了开春的时候才开始浪费也大 得到夏天才能熟悉 所以啊 早做早好了 你懂得倒是蛮多的嘛 我看你是想尽快把胡桃嫁出去才是真的吧 也是有这个考虑啦 两人推着小车自一路积雪往回家的方向过去 聂云竹轻笑着说道 早些年的时候啊 自是想着姐妹俩相依为命 不过终究是不可能这样的 如今 他既能找到自己的归宿 我也为他高兴 当初啊 他与二牛在一起的时候 还老想瞒着我 后来还是二牛壮着胆子过来求亲我才知道的 他担心我一个人没办法照顾好自己 因此一直不肯嫁 我既然当她是妹妹 自也不能拖累她太久才是呀 怕是你将来有可能与胡桃一块儿嫁给二牛了 聂云竹倒并不避讳这样的玩笑 此时鸣嘴笑了笑 像是很认真地想了想 随后摇头说道 怕是不行的 二牛性子淳朴敦厚是个好人 不过跟我说不上话 我若嫁她 早几年怕是能相敬如宾 过几年恐怕被挨打骂了 到那个时候反倒是胡桃最难做了 哼 落差 宁毅点点头 一路前行穿过热气生腾的喧嚣闹区 居民区被积雪包围的院墙府门 秦淮河边 银树冰花 画坊楼船都靠了岸 一串串的冰灵结下来 水电龙宫也是 行人渐渐少起来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者 如同经营了一个烧饼摊 如今收摊回家的年轻夫妻 相公该是四肢不勤的书生俘书 这种天气出来帮忙 还穿上漂亮的长袍 娘子则勤快而贤惠 每日经营烧饼摊 赚钱贴补家用 期待着家中相公有一日高中 得意官半职光宗耀祖 经过一条道路的时候 后方的马车飞快地过来 车上欲着挥舞着鞭子 驾 驾 让开 让开 别挡道 宁毅推了小车与聂云竹到路边停下 马车过去时 那车夫还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他吐了口气 在后面开口说道 那我还对不起了 聂云竹低着头 抿嘴轻笑起来 口中轻哼着 某些乱七八糟的歌曲旋律 宁毅推起小车继续走 聂云竹在后方 望了望了背影一阵 随后连忙跟上去 在小车一侧推了起来 常听宁公子一直哼的这些 不知道是什么曲调呢 瞎唱 就跟山里人唱歌的小调差不多 嗯 民谣 宁毅形容一番 聂云竹轻笑起来 香苏民谣吗 这个以前道也学过呢 嘿 阿力哥为何还不来 这些倒与宁公子的那些曲调不太一样呢 他压低了声音唱了一句 那嗓音清澈如水 波维悦耳动听 但街上毕竟不是可以唱这些的地方 只是压低声音的那一句 他微微地红了脸 随后捂着嘴笑了出来 宁毅点点头 随后看他一眼 嗯 哎 对了 你唱歌弹琴很厉害 是吧 一望两人交谈 虽然聂云竹自称以色愚人 似乎没有多少芥蒂 但宁毅自然能看出 他不喜欢这些愚人的事情 也就从不提这些东西 他自到这里就从没去过什么青楼厨馆 虽然多少猜到聂云竹该是明记之流 到此时大敌已经没有什么关系 方才问出这句话来 聂云竹便也点了点头 嗯 其实倒下过一番功夫的 这么说 厉害 高手 大概是吧 旁人自然不可能像宁毅一样 问这种话 聂云竹觉得有趣 笑了出来 随后捧着笑脸 一本正经的点头 嗯 妾身啊 是高手 哦 高到什么程度 那边捧紧的笑脸 瞬间破了弓 好几层楼那么高了 想起前些日子时 明意开的玩笑 聂云竹如此回答着 到底干嘛呀 正如此说笑 小推车也已经到了秦老门口的那段路上 倒想不到康贤今天过来 轿子刚在路边停下 秦老也出了门 两人在那边投来诧异的目光 随后笑了起来 倒也不知说了些什么 宁一挥手朝那边打了个招呼 康贤便朝这边说道 立衡这是为何 可要帮忙吗 他的几个跟班眼下就在旁边 若是要帮忙 自然随时便能过来 宁一挥在几米外的地方停下了车 摇了摇头 没事 随后点了点身边的女子 嗯 聂云竹 秦老 康老 我们没事在那边下过棋 聂云竹脸刃异力 双方稍稍打过招呼 宁一问道 康老待会儿也在这儿吗 康贤点头 嗯 带来几样好东西 下午该是在这儿 立衡若有空 待会儿可以这聂姑娘一同过来 上些舒话 宁一笑了起来 正巧待会儿我也有些好东西带过来 到时候一起研究一下 如此甚好 戴将这些话说完 宁一便告辞了 推起小车前行 直到转过前方街道的转角 聂云竹风才的笑意也已经停了下来 公子方才问英律之事 我主要是在想 我这里如果有些歌可以唱出来 你是不是能帮忙补个琴曲什么的 聂云竹点点头露出一个自信的笑容 应当是没什么问题的 至少这件事上 各种诗词唱曲也好 公子方才说的乡俗民谣也好 若是云竹办不到的 怕是整个江宁城中也没有几个人能办得到了 哇 真是好几层楼那么高啊 宁一这才大概能估计到对方的层次 斜着眼睛表示刮目相看 是啊 起码四五层楼呢 掉下来会摔死人那么高 那我就放心了 宁一想了想随后又补充道 不过歌词怕是有些怪 也只是几个人之间随意唱唱听听就好了 怕是登附的大雅之堂 你得有心理准备才是 随后河边的那栋小楼进了 于是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序》第28章 作者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去五八雅居 后期制作去五八引泪 《坠序》第28章 有多痛 无自相 忘了你 孤单魂 随风荡 谁去想了 痴情郎 这红尘的战场 心军万马 有谁能称王 我 尽管 谁敢闯 我 明明 你 你 感谢观看